三寨节以后我们需要用格子模 同一模去采解 或者说当你没有型号模的时候 你一样要通过手工进行采解 我们这款机器 它可以有一个采模的功能 可以很快来将模边缘采 那么对于手机 像这个手机 假设手上没有型号模了 那么我们可以将手机 原来的那层膜把它撕下来 就是一个模板一样 然后将模板放到格子模的上方 我们去对应一下 我们一后面的话是从上方方的 我们将这个模可以利用原来的话两条边 因为原来两条边的话是很直的 这样我们可以少采两条边 ok 贴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漆模板 原来的模进行一个采解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用美工刀 原在原来的这个轮廓画一下 然后在原来的这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圆脚的线 是吧 我们就可以把模板把它取下来进行个圆角 那么圆角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款梅卡达最新出来的一个多工的圆角器 那么它是很小巧 也很方便 它可以用四种幅度的一个圆角 那我们假设以这种为例 假设这个幅度的话是二十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模直接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时间这个圆角器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先将模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按下中间的这个 使模固定 稍微按键 然后两个手指的话要按着刀片的正上方用力 那么这样它一个圆角就出来了 我们看看 是吧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一样可以这样子 将模放到里面去 然后按下中间的 使它往下面走 然后按着别动 然后两个大拇指稍微用力按一下 那么这个圆角就出来了 我们看看 是吧 同样的道理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将模放到这个刀片的上方 然后我们按下中间的这个柱子 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模的话就稍微用力按一点 我的话就不会动了 然后我们再将大拇指 我们看看啊 将大拇指 把这个刀片的正上方移动 然后再稍微用力 那这样的话是个圆角就出来了 是吧 我们看看 那么这样它圆角的话 它圆处的那个角度的话非常完美 是吧 不是 也看不 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们看看 没任何的毛刺 那么这就是圆角器的一个使用过程 那对这个听筒的话 它也一样 你可以用那个听筒打孔器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的话也一款常用的一个电筒打孔器 我们看看 当我们需要打那个孔的时候 我们就先用那个记号笔稍微描个点 描这个中心点就行了 然后我们会原来这个 然后我们打孔的时候 我们注意的就是什么 我们一号面的话 我们这样拿的是吧 一号面的话 是使得要朝上方的 朝上方 就是说 这样子 那么同样的 我们反过来 因为我们反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那个定位点 这样还是比较方便一点 可以在哪个位置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看一下 假设是这个位置啊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天灯孔就已经打出来了 是吧